老公去见私生子时出了车祸,我给婆婆打了几十个电话,求她来见老公最后一面,回我的却只有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殡仪馆椅子上,看着老公的名字由火化中,电程,冷却中,我挺着运渡,悲痛欲绝,当场哭晕,我怕我再不晕倒,会笑出声来,渣男老公死了, 婆婆赶到殡仪馆时,扬起手就给了我一巴掌,你这个贱人,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我吃痛,手一松,怀中的骨灰盒掉落在地,婆婆一边咒骂我,一边去捧地上的骨灰,淋喊你这个桑门星,害死我儿子,还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我要报警,我要你把牢底坐穿,骨灰捧不起来,他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 撒泼打滚,诅咒慢骂,我扶着肚子,摇摇欲坠,伤心欲绝,妈,我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打不通,贱难被车子压得稀碎,脑浆肠子留了一地,我也是怕你看了伤心,而且我给你发过信息,可是你把我拉黑了,听到自己儿子死得这么具体, 婆婆两眼一黑,栽倒在地,我忍着悲痛,办好了老公的后事,回到家,却发现我的指纹解不了锁,密码也错误,我冷笑,这老太婆怕不是傻的,以为把门锁了,就能霸占房子, 我转身住尽早就收拾好的另外一套房子,特意将许久不戴的黄金手镯戴上,我知道,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小三生的果然是个儿子,孩子是不到八个月早产,而他们母子俩已经登堂入室,搬进了我家,婆婆一口一个乖孙,笑得褶子能夹死苍蝇, 小三衣服柔柔弱弱,哭诉自己对我老公的感情,以及自己日后孤苦无依的可怜,实则眼珠子乱转,脸上写满了对这套房子的,是在必得与胜利者的得意洋洋,隔着屏幕我都替他嘎,小四你放心,我只认我的乖孙子,财产也都是乖孙子的,那个贱人和他肚子里的赔钱货,给我的乖孙子提鞋, 都不配,他拍了拍小三的贝,已是安抚,那个贱人不过是个孤女,是个蠢货,他的财产,我让他给,他要是敢不给,就是弄死了都没人给他撑腰,见他这么宝贝的模样,真难想象当他知道他儿子为什么而死时,还会不会笑这么开心,很快,婆婆便带着他们老家的亲戚打上门来, 要求拿走老公的遗产,你没有上班,钱都是我儿子赚的,存款全部归我,你赶快交出来,我冷笑,过了几年城里人的生活,怕是忘了泥土的芬芳,张建南的确能赚钱, 但是从来不交给我,我也从来不计较,他的钱,可都是在老婆子和小三手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智商,以为叫几个大汉,就能威胁我,将我的财产侵吞,我看了一眼墙上闪烁的红点道, 妈,建南才刚过世,你怎么就来抢我的钱呢,况且建南的工资从来没有给过我,我的生活费,保姆费,都是用的我自己的钱,包括你身上穿的,带的,都是我的钱,婆婆呸了一口,你的钱,你一个书都没有读过的姑女,嫁进我们张家,就是我们张家的,把银行卡,给我,密码给我, 否则,哼,别怪我不客气,可是你们这样,几个大汉开始撸袖子,我下得赶紧掏了所有银行卡,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密码是,你们别伤害我的孩子,你这套房子,我就大方一点,留给你,我儿子住的大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归我,你现在就跟我去过户,我的软弱,大大取悦了婆婆, 她双手插腰,鼻孔朝天指着我,几个大汉将我围住,大有我不去过户,就要对我不利的模样,我脸上满是悲伤,妈,我就快要生了,你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怎么办呀,我肚子里的,是贱男的血脉,是你的亲孙儿呀,呸,怀的不过是一个赔钱货,算什么血脉,你没钱,没钱去卖呀,可是今天是周末, 没法过户,那就周一去过户,突然,她看见了我手上的大金镯子,目露贪婪的光,你这个败家的贱人,又乱花我儿子的钱,镯子取下来,我揉了揉背扒镯子时弄疼的手,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耐心等待,直到手机短信收到各个银行, 好几个四万九的取款,信息,我按下报警电话,您好,这里是某某小区某某号,我要报警,一个小时前,我婆婆被一群大汉挟持,入室抢劫,总金额上千万,我已经孕九个月,刚才吓晕了,肚子有点痛,可能被吓得动了胎气, 是的,需要救护车,请你们快来,渣男,好婆婆,小三,一个都别想跑,以她的脑容量,永远也想不到,这只是我为他们布的连环局中的第一环,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只有高中文凭,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了,我身高长相都平平无奇,没房,没车,没男友,在二十五岁之前, 我是个九九六的打工仔,虽然拼了命,工作,但依然穷困潦倒,前途无望,突然有一天,有人找到我,说我生物学上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想见我最后一面,她是个傍上了富婆,抛妻弃女,最后除了钱,一无所有,彻头彻尾的渣男,认亲时,除了虚伪的哭泣,一张DNA九九点, 百分之九的报告,还有一张肝脏配型成功的单子,我一边哭着发誓一定要救活这刚见面的,世上唯一的亲人,同时一边给某宝美攻下单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 一个月后,我继承了生物学父亲所有遗产,我从穷矮晚期,摇身成为千万富婆,我老公是农村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名牌大学研究生,我与她本无缘,全靠我有钱,她是我精挑细选的老公人选,身高一米八,皮肤白皙,干净,身材匀称,手指修长,性格温和,最主要文凭还高。 以后可以辅导孩子写作业,恋爱一年结婚,婚后两年怀孕,发现怀孕后,老公心疼我,便让我辞掉了月薪三千混社保的工作,我孕反严重,老公又心疼我,辞掉了做饭让我吃不下的保姆,将婆婆从老家接来专门照顾我,婆婆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都把,小林是个孤儿,吃了很多苦, 我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挂在嘴边,怀孕六个月时,婆婆陪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就有些反常,走路不像以前一样带风,不会再摸着我的肚子,叫乖孙,还经常盯着我的肚子看,看得我发毛。 老公每次一下班回来,她就拉着老公嘀嘀咕咕,没过几天,老公带她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走路带风,还笑得一脸折子。 此外,家里多了一个保温筒,而且她炖鸡汤的频率更加频繁了,但我碗里的汤却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晚上给我热一杯牛奶。 我冷笑,她们应该是已经确认了,小三肚子里的,是个儿子,所以,我和我肚子里的女儿,就该死,发现老公出轨,是在我刚发现怀孕那天。 我给她洗衬衣时,发现领子内侧,有一枚口红印,这是小三的宣战,我猜她并不知道,我花了三个小时去伤心,去痛苦,去平复情绪。 而后,我戴了防晒口罩,防晒帽子,用一个黄金镯子,在一个破垫换了现金,而后拦了出租车,去了二十多公里外。 我曾经租住的地方,那里有一整条街的手机店与电子产品的商铺,我买好了无数个针孔摄像头,照着说明书,在家里每个角落都安上了针孔摄像头。 做完这些,我订了餐厅,约了老公见面,要给他一个惊喜,烛光摇曳,老公的脸上,是僵硬的笑容。 第二天,老公便让我提交了辞职申请,准备在家安心养胎。 我需要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优秀基因的孩子,一个传承我血脉,继承我遗产的继承人,孩子的爸爸脏了,虽然心痛,但也只能扔了。 我有洁癖,走在路边,一个高大帅气的帅哥拦住了我,小姐姐,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正想拒绝,却发现这个小伙子,是真的很吸引人,身材高挑,肌肉线条完美,皮肤白皙,眼神明亮但不算,清澈。 与我老公气质有些像,我勾纯一笑,填了假名,记下了帅哥的电话,我又在路边电线庄上,联系了一个专门桌间的侦探,雇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老公车上,手机上装监厅,混入小三家中装监控,24小时跟拍两人大战,向我实时播放战况,以及调查老公的财产,侦探办事的速度。 是与酬劳的数字成正比的,很快,小三的所有资料,便出现在我面前,陈小思,比我小几岁,刚大学毕业不久,眼里还带着清澈的愚蠢,以及掩藏的算计,他温柔如水,对人永远眼含泪花,他独立自强,兼职打工赚学费。 在酒吧的淤泥里,也是一朵不染尘埃白莲花,他比起身高不高,长相平凡的我,他一米六七,身材高挑匀称,长相漂亮,气质绝佳,与照片上熟完熟的男人一起,金童玉女,一对敝人。 若不是那男人是我老公,我都要磕CP了,我很中肯的评价,除了没有我有钱,他的确比我更好,所以能勾得一个吃软饭的男人,为他买房,想到房子,我有点忧伤,只有钱足够多,要查张建南的流水很容易,在一起总共三年,他的收入也是节节攀升,除了给婆婆转的款,他与小三在一起两年。 吃饭,开房,买项链,戒指,名牌包,总共三十多万,车子十五万,房子是全款买的,西浦的小三室,不比南门房价,但也花了一百五十万,算个整数二百万,也就是小三花了我整整一百万。 忧伤,我又盘点了我所有的财产,包含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继承的存款,商铺,是我个人财产,但当初继承的两套房子。 我嫌晦气,没有住,我卖了一套,添了几百万,重新全款买了现在的金融城,价值千万的大平层,写的我们俩的名字,因为我们城市限购,以家庭为单位,有户口,才能买第二套房。 我名下已经有继承的房子,又没有学历能入户,但老公是研究生,可以学历入成集体户,所以我只能依靠他的资格来买房。 若是离婚,他得分一半,真的忧伤,我拍了我的脑门,将当初脑袋进的水倒出来,我是穷怕了的,分出去一分钱,就相当于要了我的命,我很惜命,所以我得将我的命。 连本代理拿回来,我原本只是想搜集证据,用老公的虔诚与名声,让他净身出户,保护我的财产,却没有想到,他们不仅想要我的钱,还想要我和孩子的命。 我每天大把的时间,闲得发慌,我可以悠哉悠哉喝着燕窝,静静听着婆婆与老公商量,怎么让我难产,一失两命,或者让我出什么意外。 死于非命,只有我死了,他才能得到我全部的财产,又或者,静静听着小三悲天悯人的,给老公讲人世间发生的悲剧,讲生命是多么脆弱。 某个孕妇不小心吃到活血的药,大出血,一失两命,他可千万要小心,讲有个女人去旅游,掉入山崖而死,老公虽然获得了巨额赔偿,但他失去了他的挚爱啊。 我老公宠义地将他抱在怀里,轻声安慰,眼里闪着光,很快,我就有了牛奶喝,我接过婆婆送来的牛奶,将杯子放在嘴边,轻轻吹了吹,又放下,婆婆忙道,小林,牛奶要趁热喝,我点头,好的,谢谢妈,还有什么事吗? 婆婆目光紧紧盯着牛奶杯,没,没事,你喝完了,叫我,房门关上,我给书房里的几盆花浇水,花儿长是很好,只是有一盆已经枯萎,我又戴上耳机,里面传来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而电脑画面上,是两个白花花的人影,正在大战三百回合,我掏出手机,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视频里的男人不顾女人娇称的挽留,慌乱地穿好裤子,抱着衣服,连滚带爬地变出了门,他是我老公,张建南,而与之大战的,是挺着五个月运渡的小三,陈小思,半个小时后,视频内又出现一个拥有八块腹肌的帅哥,替我老公未完成他未完成的战斗,我嘖嘖摇头,我老公的技术,没有腹肌男的好, 小三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年我老公粘得更紧了,老公没法,只能出差,他一手拥着我的腰,一手扶了扶我的肚子,一脸认真,宝宝要乖乖听话哦,爸爸不在,你要好好保护妈妈哟,他在我额头亲了一口,一依不舍,但我分明看见,他的鞋尖是朝向大门的, 我轻轻捶了他的胸口,你可老实点,我会查岗的,他一顿,你这小脑袋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轻笑,想你死,我用毛巾用力擦着刚才被他碰过的地方,皮肤已经搓得通红,很快,老公出现在了画面上,两人你浓我浓, 小三又有意无意提起孩子出生了,他一个人没法照顾,各种花费又是多少多少,我那大气的老公大手一挥,又转账一大笔,红唇印在他脸上,笑得一脸荡漾,我这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幸福,我小浩发了一条信息,小三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他脸上得逞的笑还未散去,下一秒, 吓得脸色铁青,他假装不舒服,起身要躲去卫生间,短信接踵而至,宝贝,怎么不接电话呀,我在你家门口,他吓得一个猎切,挺着肚子摔倒在我老公怀里,宝贝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小三连连摇头,躲去厕所,出来时,脸色已经恢复如常,看来是找借口将人打发了,真是好笑,又好玩, 晚上,两人正在深入交流,关键时刻,我一个视频谈过去,又是吓得他一个机灵,只见他慌忙将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飞速提起裤子往外冲,留下床上小三一脸哀怨 老婆,刚才在电梯,没有信号,怎么了,想老公了,她的声音气喘吁吁,背景是酒店,能在几分钟之内跑到酒店,还开好了房,看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真是难为她这么周到了 老婆,今天我们全天会议,我会设置飞行模式,一整天都不能联系你了,想你,第二天一大早,老公又气喘吁吁地跑到酒店,专门给我报备 好,我悠哉悠哉吃完饭,看着手机上发回来的时时播报,珠宝销售将一枚能闪瞎人双眼的钻戒,戴在小三无名纸上,小三一脸娇羞,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大,太闪了呀 我老公搂着她的运度,你配得上最好的,包起来吧,正当她打开手机准备付款时,突然脸色大变,踩着风火轮逃之夭夭,留下小三风中凌乱,一脸怨毒 因为我发了个对老公可见的朋友圈,机场的照片,飞去她出差的,城市,看着照片里面的老公一刻不停赶往,出差,的地方,一脸疲惫,我就愉快,身心愉快 老公,我原本想来陪你,给你个惊喜的,都到机场了,但是突然肚子不舒服,就回家休息了 结果是,她砸了手机,将酒店房间砸得乱七八糟,瘫软在床上,疲惫不堪 自从我发现她出轨,便时不时逗逗她,吓吓她,不得不说,比逗狗要好玩 俗话说,不想转正的小三,不是好小三 小三自然不会甘于做一个见不得光的人,生一个私生子,在我老公无数次为了我而丢下她后 我短信便出现了她与我老公的亲密照,还有一条接一条的小作文 你老公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我,若不是可怜你是孤儿,他根本不可能跟你结婚 我现在已经怀了你老公的儿子,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识相的话,自己退出,你连书都没有读过,你就是个土包子,你根本配不她那么好的男人 你是怎么有脸还霸占着她的,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你这个贱女人,你就是破坏别人真爱的小三 你去死,凭什么,你凭什么每次 都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把她叫走 你就是故意破坏我们的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或许是我从来不理会 或许是逼婚,不成功,不甘心 小三的情绪越来越差,言辞也越来越犀利 在老公又一次与小三情到农时 我又打电话过去抱怨,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有奇怪的短信发到我手机上 老婆,什么短信,就是骂我是小三 还说什么已经怀了孩子之类的 真是奇怪,老公立刻如临大敌 老婆,你千万别信,肯定是有人嫉妒我们恩爱 故意陷害我的,你不会相信的吧 我奇怪道,老公,你说什么呢 什么陷害你,短信里没有说名字 难道说的是你吗 有人说我是你的小三吗 老公,肯定不是 老婆你别误会 我是说,有人恶作剧,挂断电话 小三脸上红彤彤的巴掌印,触目惊心 两人大吵了一架 小三哭着质问我老公 为什么还不跟我摊牌 为什么还不跟我离婚 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 是不是不爱他了 他要去死 带着肚子里他老张家的儿子去死 老公费了好大的功夫 又是道歉又是诅咒发誓 只爱他一人 只有他肚子里的孩子才是他张家的孩子 他的财产权都是婚前财产 就算离婚 只能分我们住的那套房子的一半 只有几百万 怎么够孩子以后的花销 我不忍心你和孩子以后跟着我受苦 所以 只能暂时委屈你们娘俩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快了,等他死了 财产都是我的 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团聚 虽然我对他已经死心 但要我死的话 我从他嘴里亲耳听到 心还是狠狠痛了一阵 让我心痛的后果 就是打人 把我老公打得鼻青脸肿 手腕上咬耳齿痕血淋淋的 我有什么坏心思呢 不过是因为怀孕 激素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而已 我的无理取闹 小三的逼婚 让他身心疲惫 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我死 他终于决定动手了 两人商量了好几天 都没有商量出一个 让我看起来十分自然的 意外死亡 还能让他们全身而退的 比如带我去 坐我喜欢的轮船 将我推下海淹死 我不会游泳 必死无疑 比如在某个高的楼梯 将我推下去 一失两命 比如在我的车上坐手脚 司机带我去产检时 出车祸死亡 比如将我关在家里 用专门的机器 屏蔽手机信号 给我的药 加大剂量 让我大出血 让我无法求救 绝望地去死 这个方案 在众多方案中胜出 他作为家属 不要求尸检 不会有任何人怀疑 在动手的那天晚上 小三与肌肉男 被老公捉肩在床 老公大发雷霆 一米八的个子 在肌肉男面前 却像个白斩鸡 不过三五招 我老公手机被摔碎 还与地板 来了个亲密接触 脸上传来的剧痛 头顶的草原 他大不赢肌肉男 男人的尊严 又让他无法灰溜溜地跑 所以将怒气发在 小三身上 而后留下一句恶狠狠的 贱人 愤然离去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走后 肌肉男也甩了小三一巴掌 小时无踪 小三动了胎气 肚子痛得在地上直叫唤 我老公电话已经光荣阵亡 小三自然联系不上 只得自己打了急救电话 一出大戏 让怀孕八个月的小三早产 婆婆照例给我热了杯牛奶 让我趁热喝 我推脱没有胃口 她又去给我倒了杯热水 我跟着她去了厨房 站在厨房倒台旁 我就着水杯 在婆婆炙热的目光下 轻轻吹了吹 刚要张口喝 我忽然又放下 妈 等一会你出去跳广长舞 可要记得带手机 将手机声音打开哦 贱男没有在家 要是我出什么事 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婆婆脸色十分精彩 正要劝我趁热喝水时 电话响了起来 她赶紧躲开几步 压低声音 鬼鬼祟祟 接完电话 她又急又喜 赶忙给自己 儿子打电话 但她根本打不通 我从橱柜里 重新拿了一个同款的杯子 到了小半杯水 一饮而尽 我挪动了身子 挡住了方才那杯水 带她转过身来 我手中的杯子 杯子已经空了 她满意点头 将杯子洗干净 急急忙忙就出了门 为了不让我打扰她 将我的微信和电话拉黑 没多久 我老公一脸颓废地回来了 我大惊 老公 你怎么一脸晦气 怎么脸上受伤了 被人打了吗 老公压抑着怒气 将我抱住 不停地说爱我 我说 老公 我也爱你 腻歪了好半场 她觉得口渴 见到台上有一杯 已经凉了的水 她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你看你 一身汗 快去洗漱吧 老公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我事事娇羞 将杯子 直接收进了柜子 洗漱完 老公问我婆婆去了哪里 我如实回答 妈 接了个电话 急匆匆出去了 老公 可能是她跳舞的姐妹催她了 咦 平时 这个时候 妈 应该已经跳完舞回来了 我 妈 今天没有去跳舞 我听她接了个电话 好像说 好像说什么摔倒 早产 抢救之类的 还给谁打电话 她一直打不通 就着急 忙慌出去了 好像是被打得早产的 真不是人 简直是畜生 连孕妇都打 对了老公 妈 有什么认识的人 怀孕早产了吗 老公 脸色大变 掏出 自己的破手机 慌乱地 按啪一声 她暴躁地 将手机 摔到地上 老公 你去哪里 我叫住 已然 失去往日 沉稳的老公 她一丝不苟地 衬衣 已经皱巴巴 头发被抓得 乱七八糟 整个人看起来 可怜又滑稽 我出去一趟 她出门的时候 捶了捶自己的头 好的 再见 老公 真是可惜啊 你在我人生中 最后一面 是这样 邋遢不堪 我摇摇头 果然 小三是心头肉啊 就算已经发现 小三的 奸情 得知她出事 还是跌跌撞撞 奔向她呀 但凡你 不那么着急 去见她和私生子 我说不定 可以考虑救你的 我在医院 一个劲喊痛 医生给我 开了张寿惊吓 动了胎气的单子 警察局 婆婆拍着桌子 与警官争得面红耳赤 口吐芬芳 见到我出现 立刻将矛头对准我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污蔑我抢劫 还敢报警抓我 简直反了 天了 还不快让他们 把我放了 我咬着唇 委屈巴巴的 一言不发 警察 你婆婆说那些 财产是他儿子的 他只是合法 去取遗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你的财产 我从手机里 翻出市民云的 房产信息 手机银行的 交易截图 这一套房子 是我全款买的 写的我和老公 两个人的名字 属于妈的那一部分 我会分给妈的 毕竟 妈是我老公 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了 可是妈 你为什么要把钱 全部拿走啊 我肚子里的 孩子 以后可怎么生活呀 是不是他们威胁你 威胁你来抢劫 我的 妈 如果是的话 你快给警察说 警察会为你做主的 我们把钱拿回来 我给你养老送中 你放心 你是被迫的 没有罪的 威胁你的人 肯定牢底坐穿 婆婆还没有来得及 反应过来 那伙汉子便吓得 赶紧指认婆婆 是她 请了他们来 如果我不交出钱财 便将我绑架 妈 为什么 我以为 你是被迫的 原来 是你要抢我的钱吗 我悲痛欲绝 向警方透露 因为那套 房子放着贵重遗物 虽然平时没人住 但也安装了监控 警察调查一番 婆婆带人入室抢劫 意图绑架 金额巨大 且已经实施取款 但因我们关系特殊 婆婆拒不认罪 只叫嚷着是拿自己儿子的钱 案子很难定性 若是我答应调解 此事便是误会 作为普通家庭纠纷处理 若是我不答应 婆婆作为主谋 入室抢劫 金额巨大 铁窗编制是她的归宿 只要我写谅解书 还能出来 有个安稳的晚年的 我低头捶泪 妈 我肚子里的是你唯一的亲孙儿呀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要置我于死地呢 婆婆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这个贱人 不过是个赔钱货 怎么配花我儿子的钱 我儿子的钱 自然是留给我大孙子的 我吃惊到 什么大孙子 婆婆得意洋洋 自然是贱男的儿子 代把的大孙子 贱男的儿子 他 难道 背叛了我 哼 你识相的话 把房子和财产给我的大孙子 妈 你们都知道 贱男背叛我 出轨了 还生了儿子 就独独瞒着我 你们把我当什么 我咬咬牙 在警察们同情的目光中 缓缓说道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请你们依法办案吧 我受不了王夫 出轨还生了私生子的打击 婆婆抢劫 绑架的失望 在婆婆咆哮声中 我失魂落魄地出了警察局 第二天 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小三尘小思 抱着未满月的私生子 找上门来 大门敞开 他当着看热闹的邻居的面 柔柔弱弱地哭诉 他像是个正义的使者 痛承我的罪状 不敬婆婆 忤逆不笑 对我老公的亲生儿子 赶尽杀绝 侵吞我老公的遗产 陈小思女士 你说你跟我老公 张建南是真爱 你怎么证明 你说你怀里的儿子 是我老公的 你怎么证明 我也是个 即将做母亲的人 如果他的确是我老公的孩子 我愿意按照法律 将老公的遗产分给他的孩子 建我果然 如婆婆说的 懦弱无能 好拿捏 他赶忙交出证据 这是建南的亲儿子 他们张家 唯一的香火 我们的左邻右舍都能证明 还有这个 是建南 给儿子起的名字 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 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呀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情深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孩子是无辜的 他是建南唯一的血脉呀 我点头 既然是我老公的孩子 那自然可以继承我老公的遗产 你把亲子鉴定拿来 我就把孩子应得地分给他 小三脸色不渝 亲子鉴定 要什么亲子鉴定 你是在怀疑我对建南的爱吗 你是在侮辱我们的感情吗 你是容不下我和建南的孩子吗 你是想逼死我们母子俩吗 大家快来看啊 恶毒女人想要逼死我们 孤儿寡母了 见有人拿出手机录像 她哭得更欢 我挺了挺肚子 你跟我老公偷情 我不怪你 你抱着孩子逼上门来 我不怪你 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 我答应了给孩子遗产 只是要你拿出亲子鉴定 不过分吧 我怎么恶毒了 怎么逼死你了 难道你根本没有亲子鉴定 孩子根本不是我老公的 小三眼神慌乱 哭哭啼啼 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他自然没有亲子鉴定 他儿子的生日便是张建南的忌日 而张建南已经成和 根本不可能做亲子鉴定 否则 小三怎么可能找上门来 意图拿捏我 直接就走法律程序争遗产了 小三费了很大的劲 将暂时拘留的婆婆保释了出来 他要找强有力的同盟 而婆婆为了他的宝贝大孙子 无所不用其极 给我发威胁短信 到小区堵我 又是哭又是闹 又是撒泼又是打滚 我朝他勾唇一笑 你猜你儿子是怎么死的 婆婆疯了似的 想要弄死我 他认定了 就是我将他儿子害死了 他带着小三与警察上门 要将我这个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我乖乖跟着去了警察局 进警察局这种事 一回生 二回熟 我知道 警察在我家搜集证据 所以我好心地提醒 小三与婆婆现在住的地方 才是我之前住了几年的地方 警察指着从家里拆下来的监控 质问我 你为什么在家里装监控 我一脸无辜 我肚子大了 怕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危险 所以才装的监控 怎么解释你每次都把牛奶倒掉 我 因为我不能喝牛奶 我乳糖不耐受 但我不能服了婆婆的好心 警官 牛奶 怎么了 跟我老公的死有关吗 在自己家庄监控 犯法吗 不犯法 但是能拍下犯法的证据 从婆婆与老公商量 怎么弄死我 到婆婆每天给我一杯毒牛奶 再到婆婆给我倒的那杯 送命的水 每一针 每一句 都像一把刀 重重刺入我的心脏 我歇斯底里 崩溃大哭 妈 我是孤儿 我把你和贱男当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你们居然想杀了我 妈 是那杯水 你亲手杀了我老公 杀了你的亲儿子呀 婆婆彻底崩溃 有什么比自己杀了自己亲儿子还痛苦呢 但她还有孙子 她不能倒下 她专门请了辩护律师 以那杯水里放的只是蛋白粉 不是毒药为由 主张无罪 老公已经火化 死无对证 虽然从监控中看到 那个杯子 没有洗 就被我放入了柜子 而且 咽出了毒 但我也接触过 并不能证明 就是婆婆下的毒 当天晚上 婆婆上门 指着我鼻子骂 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毒不死你 你这个毒妇 我笑笑 不然你猜 为什么我书房里 所有花都长得好 只有一盆死了呢 你怎么那么恶毒呢 怎么那么会装呢 都怪你这个贱人 才害死了我儿子 我要让你偿命 他恶狠狠地扑过来 想要伤我巴掌 我手指着监控 你若是不怕坐牢 就只管来打 他终究是耸的 哼 若不是为了照看 我的宝贝大孙子 我非弄死你这个贱人不可 我勾唇一笑 你猜 你的宝贝大孙子 是你儿子亲生的吗 我趁他愣神 将他推出门外 砰 一声将门锁住 你这个贱人 什么意思 你滚出来 说清楚 很快 他手机响了 那么精彩的鸡肉男大战 怎能不让他欣赏 他看了一会儿 怪叫一声 杀回了家 小三的儿子死了 婆婆看了自己儿子前脚刚走 小三便叫了鸡肉男来颠龙盗凤的视频 将小三打了个半死 争执中 死生子摔在地上摔碎的玻璃茶上 鲜血直流 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报了 井河120 被抓时 婆婆还发疯的大骂小三是个贱货 大孙子没了 天杀的贱货 拿野种来骗我 他该死 我去看婆婆时 他忽然冲着我的肚子兴奋大喊 我们老张家还没有绝后 哈哈哈哈 我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真是可惜 我肚子里的孩子 只会姓林 不会姓张 你们张家 绝后了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那个孩子 是张建南的 你杀了自己的儿子 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孙子 张家的香火 被你亲手断了 婆婆疯了 我花了大笔白花花的银子 务必要将它治好 疯了就什么都忘了 怎么在铁窗内每天承受 杀死儿子和孙子的痛苦呢 我将张建南小三 花的每一笔钱的证据提交法庭 要求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以及那套房 小三死了儿子 被打得毁了戎 退断了 一辈子都是残废了 钱没了 房没了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与我无关了 自此 我拿回了我所有的财产 滴血不沾 这是我第一次去梁叶家 饭桌上梁叶妈妈亲切地问真真啊 你父母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 我斟酌着 我和他们关系不是很好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了 他还想再问 被梁叶打断了 妈别问那么多 这是叶真的家事 他揽过我的肩膀 语气温和 我喜欢的是叶真这个人 我早就认定他了 我有些感动 于是对梁叶父母郑重地说 我父母已经把公司一切业务都交给我掌管 家里的资金也都存在我的账户上 与梁叶的婚事 我自己可以做主 梁叶轻轻拉过我的手 与我实质紧扣 眼里是浓得划不开的爱意 吃完饭后 梁叶父母有事出门了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全家福来看 照片中的四个人站在庭院里 梁叶身边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少女 我指着照片里的人问他是谁呀 梁叶正看着窗外的大雨 心神不宁 回过神后 他从我手里拿过照片 平淡地说 这是我家之前资助的学生 来城里读书后就一直住在我家 我问那他今天怎么不在呀 梁叶叹了口气 他在精神病院 他说他有遗传性精神病 发病之后 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话音刚落 门铃突然想得惊天动地 打开门的瞬间 梁叶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门外站着一个全身湿透的少女 她穿着照片里的白色裙子 楚楚可怜地仰起头看着梁叶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但是我等了一晚上 也没有人来接我回家 他扑进梁叶的怀里雨 气惹人爱怜 哥哥我好害怕 苏欣然跟着梁叶进了门 旁若无人地拉着他的手 他身上的白色裙子被雨淋得几乎透明 整个人娇弱又单薄 这时候梁叶才如梦初醒地注意到 我还站在一边 他急忙掰开苏欣然的手 冲我扯出笑 叶真对不起 我太久没看见欣然了 有些激动 一时间忽略了你 我抿了抿唇 重新笑起来 露出唇边的两个酒窝 没事你送我回家吧 我从苏欣然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忽然拽住了我 他转了转眼珠子 奇异地对我笑起来 你是梁叶哥哥的女朋友吗 我点了点头 可是你和之前的姐姐 长得不一样呢 苏欣然用葱白的手指 在脸上比划 他没有酒窝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梁叶牵着我的 那只手抖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撇了我一眼 但很快又笑起来 欣然你怎么又说傻话了 我上一个女朋友 都失踪两年了 苏欣然眨了眨眼睛 然后他当着我的面 跌进了我男朋友的怀里 我下意识地去扶他 他却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别碰我他像只受伤的小猫一样 因为在梁叶怀里 神色脆弱 哥哥你可以抱我上楼吗 梁叶神色犹豫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我一开了目光 对他说没事 欣然身体不好 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我撑伞离开 走进铺天盖地的雨里 梁叶家是三层高的独栋别墅 位置挺偏 现在这个时间 更是连个人声都听不见 借着路灯的光 我打开苏欣然 刚才塞在我手心的纸条 上面只有两个字快逃 字迹潦草 模糊 上面还隐隐有点水字 大概是他在外面淋雨的时候弄湿的 我从梁叶家离开前 特地回头贴了苏欣然一眼 那时他正靠在梁叶怀里 明明是亲密的如同恋人一般的姿势 可他动作僵硬 浑身都写满了抗拒 也只有梁叶这种蠢蛋才看不出来 我和梁叶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 我代表公司发言的时候 他对我一见钟情 大张旗鼓地追了我半年 我才松了口 同意做他女朋友 我们的一周年宴会上 他单膝下跪 满眼深情地向我举起戒指 叶真以后可以让我照顾你吗 我命不好 小时候与家人失散 十年后才终于与他相认 从小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 造就了我有些天职的个性 我太在乎亲人 太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在今天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 梁叶会有一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我给梁叶妈妈打了电话 约她出来喝下午茶 见面后 我从袋子里拿出礼盒 递到她面前 我说昨天走得仓促 今天特地送礼物来给您赔罪 礼盒里是一款项链 价格不贵 也就几万 但对梁叶家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我走到她身后 亲自为她戴上 项链上的钻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梁叶妈妈亲热地拉着我的手 笑容更加热切了几分 她本来就看中了我的家事 如今我又送了她那么贵重的礼物 她几乎要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疼爱 我问起苏欣然的来历时 她嫌弃地皱了一下眉 那个苏欣然好像是个艺术生 是阿叶她爸 爸资助的孩子 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日子 他脑子有病 整天神神叨叨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阿叶她爸爸心善 还送她去精神病院养病 趁她低头吃蛋糕的时候 我又问到阿姨 阿叶的上一个女朋友是怎么回事呀 她拿着叉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哦那个呀 她的态度依然亲切 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她和阿叶都订婚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 找了好几年都找不到 挺离奇的 那个小姑娘长相婷婷 福气搏命不好 我们家心善 彩礼还是照样给的好几万呢 我安静地垂着眼帘 仿佛在认真的听 梁叶妈妈说错了一句话 那个小姑娘 她长得很好看 有海浪般的长卷发 和永远温柔笑着的眼睛 她是在象牙塔里 受尽宠爱长大的 差一点点 她就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那天的酒会上 有人聊起了八卦 你看到李氏企业的副总裁了吗 她那样子真好笑 穿上龙袍都不像太子 她之前就是个保安 不知道给李大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 直接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李家真是不知道犯了什么太岁 李老板死得蹊跷 李大小姐又只能坐轮椅 几乎就是被架空了 这不就是吃绝户吗 真不要脸呢 我没有说话 只望着不远处宫愁交错的良业 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下 那天晚上 我又梦到姐姐了 今年是江月失踪的第五年 监控摄像 拍到了她失踪前的最后一段画面 她独自一人走进了别墅 然后再也没有出来过 江月失踪前的最后 一通电话打给了她当时的男朋友梁叶 我是江月的妹妹 买走我的那户人家对我极差 我听见他们悄悄说等我再大一点 就把我嫁给隔壁的傻子 换彩礼钱 我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可江月来了 她精致地高跟鞋踩在小巷子的脏水里 逆着光将我从那团烂泥里拽出来 她说我是你的姐姐 我会带你走 我们的父母因病离世 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偌大的家业都交给了江月一个人 江月心疼我以前过得不好 加倍地补偿我 她有的她会给我 她没有的 她会拼尽全力去得到 然后给我 我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站在她面前 就能得到她那份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刚出国的那些日子 每晚都失眠 江月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给我打电话 温柔地哼着歌谣 直到我在她的声音里安然睡去 后来她爱上了梁夜 在她的描述中 梁夜是全世界最好的男孩子 虽然家境普通 可她对江月很好 会为她的一句气话 而在她家楼下等上一整夜 会在情人节的时候 会精心制作手工礼物和贺卡 会排几个小时的队 买她随口一提的奶茶 这些廉价又不值钱的情谊 感动了江月 订婚时她赔嫁了二百万 送她房子 送她豪车 全部写梁夜一个人的名字 当婚前财产 江月怀揣着一颗最赤诚的真心 等待着三个月之后的婚期 可惜她的恋人不想要她的心 梁夜想要的是江月的命 江月失踪后 梁夜大发横财 住着她的别墅 开着她的车 梁夜只知道江月有个失散的妹妹 从来没见过我 于是我在一次酒会上制造了偶遇 我故意向梁夜显露出优渥的家境 梁夜果然上钩 越发主动地追求我 而我要做的就是查清江月失踪的真相 我正想地出神 微信突然收到一条好友申请 备注信息是苏欣然 我和苏欣然约在咖啡厅 她看到我时笑了笑 将紧紧攥着的手机递给我 手机里是一段监控录像 十分钟的视频 我一针一针地看 画面里江月动作激烈 似乎在和对面的梁夜吵架 正当她转身要走的时候 梁夜妈妈将一盆液体泼到了江月脸上 江月在慌乱之中摔倒在地 无助地捂着眼睛 蜷缩在地上 梁夜爸爸按着她的手 梁夜举着尖刀 她跨坐在江月身上 对准她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 一刀两刀 三刀梁夜连着砍了十五刀 血肉横飞 一地鲜红 砍到最后 江月的头颅只剩一层皮 与脖梗连着 最后一刀落下时 她的头沉甸甸地掉落在地上 监控没有声音 可我却好像能听见她的惨叫 我浑身冰凉地看完 手指控制不住地站立颤抖 我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她 苏欣然说 梁家早就盯上了江月的财产 他们同居以后 梁夜每天都在江月的饮食里下毒 那天她下毒的时候 被江月发现了 我到的时候 他们正在处理尸体 他们本来也想杀了我 可梁夜不愿意 他们拗不过梁夜 又怕我胡言乱语 就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去梁家的那天 我以为你也是被他们骗来的 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特地准备了那张纸条 苏欣然叙叙地说 声音在一片虚幻的日光下 离我越来越远 江月失踪前的一个星期 曾跟我说她肚子疼 一把一把地掉头发 我那时候还让她记得去医院 看看 却从没想过是最亲密的 枕边人下的毒 我闭上眼睛 江月就出现在我面前 她轻轻地对我笑 那笑就足以让我 为了她付出生命 我本来只想找出梁夜的犯罪证据 将她绳之以法 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他们要好好地活着 要一点点品尝 当初夹在江月身上的苦难 他们要和江月一样痛 才能算偿还 我问苏欣然 为什么把这段视频给我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的脸 平静地说江月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她说你是她最爱的妹妹 送给梁夜妈妈的钻石项链里 我装了一个小小的监听器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献上的昂贵礼物 会成为击溃他们的第一步 打开手机 我听到了他们一家谈论生意的声音 梁夜爸爸说 我们家和政府签订的合约快要到期了 下一次招标务必要拿下合同 那是我们公司的最大客户 这生意可千万不能被抢 梁家人做的是建材生意 和省政府签了五年的合同 是他们最大的客户 而那个在酒会上被议论的理事企业 正好也是做建材 出身一个计划缓缓在我脑中成形 我去了一趟李家 我跟在庸人身后 走上了陡峭又狭窄的楼梯 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 同样被吃绝户的可怜女人 我问她想 报复吗 让李氏去参加建材供应商的招标 无论什么条件 尽管答应 事成之后 我会帮你亲手把你的丈夫送进监狱 李家大小姐 虽然几乎被架空 依然握有一部分股份 李氏权力竞标 梁叶的小破公司将毫无胜算 天良了该让梁家人破产了 我和梁叶的感情越来越好 婚事也正式提上日程 那天梁叶捧着我的脚 专注地给我剪指甲 我轻轻踹了她一脚 撒娇说财礼我要二百万 没得商量 梁叶的唇角僵硬地顿了顿 我瞥了她一眼 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本合同 随手丢在她面前 我们结婚后 这些都是你的 梁叶看着这些资产 眼光逐渐呆滞起来 我几乎能听见她咽口水的声音 前几天 李大小姐刚派人递给我一份标书 正是从梁叶家抢走的建材采购合同 她家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失去了最大的客户 梁叶家 本就岌岌可危的财务情况更加糟糕 生意一落千丈 如果不卖车卖房 他们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拿出二百万现金 可我偏偏给梁叶画了个大饼 以梁叶的脑子 为了尽快跟我结婚 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几天后的酒会上 梁叶遇到了张绍华 她自称是刚从澳门来的生意人 对建材生意很感兴趣 想和梁家人合作 梁叶与她一拍集合 当即就签订了合同 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合作得十分顺利 听说梁叶正在为彩礼钱发愁 张绍华热情地给她介绍了一条 来钱快的路子 梁叶是在与张绍华去澳门的时候 染上的毒瘾病 且在短短几天内 输光了账户里所有的钱 差点被人砍手砍脚丢进海里 位于梁叶爸爸亏本签了几份合同 抵押了一套房子 才勉强帮她还上了赌债 后来张绍华向梁叶介绍了 一家正在折价出售的就建财厂 为了尽快拿下这笔生意 梁叶还特地申请了融资收购 那段时间 梁叶父子一直在忙公司的事 梁叶妈妈身体不好 每天都要吃药 我搬进了梁家照顾她 细心妥贴 平安夜那天 别墅里寂静一片 我抬头 撇见了院子里 那颗枝梵叶茂的老槐树 回头一看 梁叶妈妈正站在我身后 她神情诡异 两眼直勾勾地 看向我身后的白墙 梁叶妈妈苍老的声音 在圣诞歌中响起 你背后有个人 她说江月回来了 第二天 梁家公司传来噩耗 新收购的工厂着了火 所有库存全部付之一具 仓库没了 库存烧了 还有一笔不知道 有多少个零的银行贷款 要还 我给梁叶妈妈喂药的时候 另一个手机 有短信传进来解 事情都办妥了 我和少华拿到钱了 准备出国去玩一趟 我笑了笑 关上了手机 我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只是让张绍华教了梁叶一点东西 故意引诱他染上毒瘾 然后又让一个临时工人在运货的时候 抽了根烟 尽职尽业地锁上大门 比起他们对江月做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第二天梁叶爸爸来找我 他希望我能出钱 为梁家填上这个大窟窿 帮梁家渡过难关 他说夫妻本事同林鸟 你和阿叶都谈婚论嫁了 帮 我们出这个钱也是理所当然 他说话时有个习惯 食指关节会一下一下敲着桌面 我看着他那只曾经将江月按在地上 让他被活活砍死的手 忍不住快要呕出来 反正结婚以后 你的产业也都是梁家的 我点点头 您说的对 可是叔叔 您觉得工厂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突然着火呀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竭力忍住喉尖胯要笑出来的声音 继续问 为什么梁叶会莫名其妙染上毒瘾 为什么他的运气会烂倒 把所有钱都输得干干净净 我每说出一句话 梁叶爸爸脸上的惊怒就多一分 他顿时清除了所有事 颤抖着手想扑上来打我 却气火攻心 捂着胸口瘫倒在地 我蹲下身 与他浑浊的双眼对视 你觉不觉得我和江月长得很像啊 他甚至被吓得翻起了白眼 喘着粗气说不出话 我看着他每一个表情变化 终于忍不住笑起来 你看做错事总是要还的 梁叶爸爸中了风 半身不随 下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他对着我眼歪嘴斜地比划了半天 也没人懂他的意思 梁叶忙着给公司填窟窿 根本没空管 只有我会经常去看望他 护士都夸我贴心又孝顺 他们不知道我细致地为他擦脸时 都会一次又一次 在他耳边轻声细语地说 放心吧 你们全家一个都跑不了 梁叶妈妈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他没日没夜地地跪在观音像前 痛哭流涕 每当他发作时 我就会拿药片哄他服下 从搬进梁家的第一天起 我就调换了他的药 他这几个月 吃的全是我从国外买来的致幻性药物 长期服用这类药物 会对时间与空间都会产生错乱 看到的幻觉越来越多 逐渐演变成精神分裂 在他眼里 别墅里到处都是血 一路蔓延到老槐树底下 沙发上坐着一个没有头的人 伸手易触 血肉模糊 就连我每天播放的纯音乐 在他耳边都是江月死前的痛哭与哀嚎 他被幻觉折磨 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吓得他浑身颤抖 那天梁夜妈妈站在沙发前 在他眼中 一大滩 烟红的血正从沙发的底部流淌出来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妈 他转过头 我穿着江月死时的那件衣服 梳着江月的发型 站在他面前 我歪着头 学着江月的语气 又叫了一次妈 我等你好久了 梁夜妈妈浑身筛糠式地猛抖着 惊恐的尖叫声 响彻整座别墅 他仓皇地想跑 却正好踢翻了我 摆在路中央的塑料桶 满地汽油 让他无法保持平衡 慌乱之中摔倒在地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 没错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我看着他 与视频里的江月逐渐重合 他捂着眼睛的模样 与江月当初相同 嘶哑的痛呼也是一样 就连拳缩着倒在地上的模样 都和江月如出一辙 真正的感同身受 是让他成为受害者 亲身经历江月所感知到的一切 那样才叫刻骨铭心 梁夜妈妈彻底精神失常了 梁夜把他关进了阁楼里 护工为他吃饭 他吃着吃着就开始崩溃地哭起来 跪倒在地 磕头认错 他哭得脸上一塌糊涂 求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不该杀了你 后来又遇上了火灾 梁夜剑卖了公司所有资产 又抵押了两辆车 才勉强填补上了窟窿 他家的公司经过两次动荡 现在已经跟破产没什么区别了 我漫不经心地吹了吹半干的指甲油 公司没了有什么关系 不是还有我吗 我给他看手里的验韵棒 我说我怀孕了 梁夜高兴极了 他将脸贴在我的肚子上喃喃自语 他低头的时候 整个洁白的脖梗都暴露在我眼前 我几乎控制不住站立的手指 真想一把掐死他 我努力遏制住汹涌的恨意 说以后就别出去工作了 留在家里专心照顾我吧 用着怀孕的借口 我光明正大的将梁夜留在了家里 我不允许他和朋友出门 不允许他和别人聊天 后来我甚至切断了 他和亲戚好友的一切联系 他成了一座只能依附于我的孤岛 我无数次地直视他的眼睛 告诉他你一无所有 债台高筑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随时都会把你赶出去 让你和你的父母一起流落街头 在我有意地培养下 梁夜变得讨好而卑微 他不敢大声说话 不敢抬头看我行事更加小心翼翼 我冲他勾勾手指 本来还在冰天雪地里乏跪的他 就立刻爬到我面前满脸讨好 曾经不可一世意气风发的梁夜 被我驯成了一只最听话的狗 我心情好的时候 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小腹 将头贴在我的肚子上 听他问我这会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呀 我随口打发了他 他不知道我根本没怀上他的孩子 我厌恶他倒恨不得他去死 又怎么会让他碰我 那些夜里我给梁夜下了迷药 趁他神志不轻拾进他房间的女人们 都是我从红灯区里找来的 那些在潮湿的小巷子里谋生的女人 她们身上都带了病 凑近的时候 甚至还能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当我在梁夜身上 闻到那股如出一折的腐臭味时 她的皮肤也一点点地烂起来 梁夜以为是之前风流浪荡的时候 染了病悄悄去小诊所做了几次手术 溃烂的部位却越来越大 有次手术时出了意外 梁夜被送进了医院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手上的皮肤已经快烂完了 我并不害怕也不在意 甚至欣赏起了他此时的狼狈模样 我似笑非笑 那些女人的滋味还好吗 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每一个都染了病 这种病根治不了 你只能一点点看着自己的皮肤腐烂 看着自己长满一颗颗菜花 你家公司破产 你爸中风瘫痪 你妈精神分裂 而你染上脏病 债台高筑 我弯下身 与病床上的梁夜对视 这是不是就叫做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梁夜听了我说的 话瞬间明了 乌夜了半天 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她的舌头也烂了 我安慰她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江月那么喜欢你 我怎么舍得让她伤心 梁夜震住了她 惊恐地看着我发出嘶哑的叫声 我心情颇好的把手机举在她眼前 里面正播放着江月死时的视频 我忍不住感慨起来 江月死得真惨呀 我说 婆婆朝她身上泼汽油 公公按着她的手 而她挚爱的恋人举着刀 一刀刀砍断了她的脖梗 我本来想让你们进监狱的 可后来又觉得 不该让你们如此轻松 我要他们匍匐在我脚下 要痛苦地撕心裂肺 要后悔地嚎啕大哭 就像此刻的梁夜一样 太原瞪着眼睛 身体忍不住发抖 伤口溃烂出血 散发出腐烂的味道 我拉开帘子 隔壁病床上躺着的 正是梁夜爸爸 此时此刻 他看着自己宠了一辈子的儿子 变成这样 一定能亲身感知到 我失去姐姐的滔天恨意 一定要比我更痛苦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对他们说 我是江月的妹妹 我叫江瑶 我将视频上交给了警察 视频中量 家人残忍的行凶手段 引起了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也激起了全网的热烈讨论 最后梁夜被判了死刑 梁妇半身不随申请保外就医 梁妇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已经都与我无关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 李氏集团爆了雷 听说那位借妻子上位的新任总裁 吞了投资人的钱 偷税漏税多达十几个亿 丈夫当当入狱 李大小姐重新回到公司 名正言顺的接管理 是集团而我 在送李大小姐回家后 见到了苏欣然 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 前不久还在各地开了巡回画展 反响不错 她穿着初见识的白裙子 歪着头冲我笑 我没想到你真的能复仇成功 下夜晚风里 苏欣然的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 我认真地冲她道谢 谢谢你把视频给我 梁家人防备心强 苏欣然能拷贝出那段视频 并且偷出来给我 一定耗费了不少时间 心力 苏欣然笑道 我只是不忍心 一阵风拂过 吹散了她手上的画纸 有几张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 我捡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 每一张都被苏欣然画上了同一张脸 她笔下的江月温柔好看 比天上的月亮更皎洁明亮 我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我姐姐之前就认识吗 苏欣然不知可否 这天分别时 苏欣然忽然说我从小无父无母 名字也是自己取的 她问你知道我名字的由来吗 我摇头 苏欣然抬起头 执迷地望着那轮高悬天际的皎洁明月 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忧伤 叶峰送来了她的声音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香皎洁 苏欣然视角我从小就可怜 尽管他们指着我的鼻子笑的时候 我还不懂可怜到底是什么 孤儿院的人说 我从小就没爸妈 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就被丢在纸板箱里 放在了孤儿院门口 这就是可怜 孤儿院里的日子很无聊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月亮 夏天的傍晚 我蹲在台阶上 嘴里含着快过期的糖筷 撑着下巴看天 皎洁的月亮正高高的旋 挂在夜幕中清冷的月光 像绸缎一样洒在我身上 别人总说 妈妈的怀抱是全世界最温暖的 的东西 可我觉得月亮才是 我绝对不承认 是因为我没有妈妈 那时候孤儿院特别穷 每天只有白菜萝卜 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肉包子 我十岁那年的春节 孤儿院举办了爱心捐赠活动 但是我看中的那个笔合 被小胖子抢走了 他把我推倒在泥土里 冲我扮了个鬼脸 我躲在树下哭的时候 感觉到有人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泪眼朦胧里 我对上了那个女孩 那双弯柔笑着的眼睛 她长得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看 有海浪般的长眷发 身上香香的 像是巧克力的味道 她问我你不开心吗 她的声音很温柔 就像我见过无数次的月光那样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于是我一边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边将那些让我委屈的事 都发泄了出来 我哭我无父无母 哭我抢不到的羽绒衣 哭我买不起的铅笔盒 哭我吃不到的肉包子 更哭我一眼就能忘到头的人生 她安静地陪我坐在树底下 耐心地听着我哭哭啼啼 我脏兮兮地擦鼻涕时 她对我说以后她会定期资助我 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由我负责 不论是铅笔盒 羽绒衣还是肉包子 你都不用再担心了 把我当成阿拉丁神灯 好了 小朋友的愿望都会被实现的 我傻乎乎地问 为什么我们并肩坐在树印里 她说你知道吗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妹妹 但小时候失散了 她去过很多城市 只要看到孤儿院都会去捐钱捐物 我做善事的时候总会觉得 我也许就是在帮助自己的妹妹 我有时候想 也许她也会遇到我这样的好心人 平安健康地长大 我突然好嫉妒她的妹妹 那天分别时 她轻轻抱了我一下 她身上香香的 是我这辈子闻过最温暖的味道 我看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 忍不住又叫住了她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她歪着头笑 指了指天 我抬头看见一轮月亮高悬在天上 温柔又清朗 她说我叫江月 月亮的月 那天以后 我再也没有抬头看过月亮 我的心里住进了一轮明月 天下 明月 明月 member 明月 小黄 月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